第一次个股推介是葵程9961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早减选原因 债时至6月内地高考期即将结束 预料娱乐出行意欲会大增 加上临近端午节暑期等业满出行季节 预料旅游出行需求高涨 建议关注旅游景区、酒店等板块 股份就看好葵程 逆后旅游业复苏 葵程今年业绩大翻身 葵程的数据就指出 五一假期国内跟团油订单量大增11倍 出境油的订单增长近7倍 机票增长9倍 酒店增长4.5倍 国内的景区门票销量增长9倍 而3月到5月的团队油订单量增长超过10倍 是前一个月的暑期订单量增长超过20倍 同业同情旅行正是挑战4月前的高位 反观葵程相对落后 虽然有近期低位240.6反弹 暂时守制于前横行区底275元的水平 来4月份高位302.6 上有近1.3 集团今天公布首季业绩 如果业绩理想可能 或者管理曾展望乐观的话 股价突破275元之后 企稳之后可以上网300元以上 感谢您的观看